虽然我们在上一次亚运会的时候拿了冠军 但是当时日本派出的是二队 并不是它最强的阵容 但是我们通过东京奥运会 还有亚洲杯 两次亚洲杯 所以我觉得这个包括去年的世界杯 这个球队就是一直在向比较高的水平在发展 我觉得到了现在 我觉得在经历了这么多大赛以后 我们无论在心理上还是在技战术水平上 我觉得都更成熟了一些 所以他们在应对压力方面有了更好的经历 尤其我们在世界杯 在上一次亚洲杯 包括这一次 我们都经历了很多比分非常接近的比赛 所以我觉得在关键时刻 中国女男从没掉过链子 我只是 YiXi.tv 除 inher而来 我最后不是刚好 那么不好意思 苹不足 所以来 簡优